台北市自2018年开始有计划有系统来推动国际文明课程 第一年我们就拜托台北市中正高中来办理双联学制 当时只有台北跟美国加州非要能系统建立这样一个双联学制 在108学年度我们有16个学生顺利来毕业 108年之后我们陆续有系统来推动国际文明课程 108年是176位学生来参与 在109学年度我们就形成有四个政策的主轴 第一个就是我们双联学制 第二个主轴就是国际的义科国际文明课程 第三个就是IBE的国际文明课程是大学义科的 第四个就是学校本会的特色课程 这个四个主轴目前有21个学校 包括19个高中还有两个高职 我们也有461个学生来参与这个国际文明课程的经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课程的进行当中能够让学生更加充分的去了解 相同的议题的不同的观点跟感觉 这就是国际课程里面蛮珍贵的地方 它提供更多的机会 让学生进行更深入的国际的理解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需要有很多想法 我们学英文,我们学习的英文,我们学习的一种旅行 不 matter is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I have a program that must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university studies abroad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uke I'm studying in University of London Hi, my name is Blake I'm now studying in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in the U.S. and major in cinema and television art and I'm from Taipei Municipal中正 Senior High School in the JDP program partner with Fairmont Private School in LA 我觉得对于双眼学姿这个课程印象深刻的地方 是在美国念试这段时间 体验不同文化跟国家的教学方式 尤其是唱歌 我们全班一起做一首歌 然后填歌词 然后改写歌词 来记住美国历史 我觉得这是最难忘的部分 我觉得JDP与一般的课程最大不同是 我们可以从同才身上互相竞争 互相切磋 借此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从不同的同学身上学习到不同的论点以及观点 还有对一件事情有一体两面的开放 那我在整个研习的过程里面 一方面当学生 一方面是当老师 在课堂上我也面临到跟学生一样的问题 可是我又用一个老师的态度 或角度去看 我如何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历程让我觉得 学习教学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 台北市在推展国际文明课程 不是只要学生去修习英文或外语 更重要就是增加孩子这个国际视野 然后让他这个有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国际观 让孩子可以培养他的竞争力 跟世界跟国际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